2020是一个吉祥而美好的数字 中国网民也把这个数字的谐音解释为爱你,爱你 在2020年元旦到来之际 我仅代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北京向你质疑新年的祝福 通过中国共产业的工作 有些情用来继续,在中国人的一篇 《Marchamos por el gran camino》 和《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叶子》 《中国人》 《中国人的典型》 他们预计与其他发生的一家 《中国人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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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公开 Shen说 中国的媒体中 有一个平均 与美国的媒体 也发现了 提出的关系 是一种方式的 解释述 和准备 我们相处 在这个星球 这本身 就是一种缘分 在巴西 阿根廷 我幸运地看到了 我工作过的广东 一模一样的 兰花银 三角梅 听到了同一种种类 猫生鸟的叫声 在意大利西班牙 我恍如回家般的 与媒体同行品嘲了 类似于我老家浙江的 糯米酒 胡腿片 地球村的概念 是如此的具体 真切 这个村里的人们 没有理由不交往 不交流 不交融 我始终认为 媒体的交流 可以消除隔阂和偏见 让更多人 成为朋友 以后 不交流